好 丧志 江明 生日快乐 生日礼物 谢谢 礼物我就不要了 我都买了 你要是不收下的话 我很尴尬嘞 你收下吧 好吧 谢谢啊 你一会儿有空吗 我帮你过生日 大哥 那我先走了 祝你生日快乐 谢谢 拜拜 下去 谢谢 谢谢 帮你拿着 他就是你说很男人的男生啊 我都跟你说了 他不是的 这样啊 来 你看看 看清楚了吗 干什么呀 你看看我像不像你说的那个男生 什么像不像的 什么意思 他这是知道了吗 不行 我不能承认 如果我承认了 不就等于告诉他 我一直在暗恋他们 不想 这样啊 是 佳许哥 就是你之后不要再跟我说他了 你不是跟我说了吗 他是个渣男 所以我也没有再联系了 现在我没有喜欢的人 你说那个人是中央空调 我什么时候 那天我还说了中央空调 是有一点 你知道中央空调是什么意思吗 是 佳许哥 你不知道吗 我就跟你说 都上上网 马上都快有代沟了 那你说说中央空调是什么意思啊 意思就是 有一个男生 他身边有很多的女性朋友 他对周围女生都很好 又没有女朋友的男生 你 你说的这三点 只要符合一点 就算是中央空调了 当然不是 三点都要有 还挺会诬陷人的 什么 刚刚有说话吗 刚刚明明有说话 好 真的很奇怪 上线也没有多久 为什么就下线了 还不是因为你太忙了呀 你是在怪我 没有 没有 也挺好的 市中心那家影院 屏幕大影响效果也好 而且你不是生日吗 也比较有意义吗 嗯 为什么我会这样 一直期待一个人的出现 沈沈 你给我们描述一下这个男的 长得帅 成绩好 就很有魅力 又帅又有魅力 我感觉 他也有一点喜欢我吧 我很喜欢 你太幸福了 不是所有人的暗恋 都是双向不能够打 但是他的家庭你了解吗 你知不知道 他怕吃个杀人犯 邓家屎 你们家目前这个情况 那还不如分了比较好 你追谁不行你追我妹 你有没有点了解 对不起兄妹 为什么要打他 我为什么不能打他 就因为我喜欢他 所以段嘉屎他做错了什么 我是不是真的名字大 为什么我妈妈都没了 只要有我丧志在 我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段嘉屎 你能不能相信你自己真的很好 你能不能永远跟我在一起 我才发现 我从来不是独自奔跑 他也在努力地奔向我 你不是说过吗 所有不好的事情过去了之后 剩下来的 就都是好事情 所以 准备好了吗 我有一个朋友 喜欢他哥哥的朋友 是吗 后来他就放弃了 但是最近他没有遇见吗 方氏 感觉你对我有意见啊小朋友 不喜欢你叫我小朋友 我已经成年了 你这个朋友他才去不见什么啊 他在纠结 他在纠结 那个哥哥 抓紧了 是不是一直都只是把他当妹妹 看看吧 像不像你说的那个 中央空调 喜欢吗 之前不都是说 是妹妹吗 还真把我当你哥了 那你帮我暖暖 我 不太适合你 现在确实不太适合 比这也没那么多分 所以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我能追你吗 鬼际多端的老男生 我也是 第一次这么喜欢一个人 你可别想爽的我 段佳许 我 真的跟你在一起了